好啊 那就试试 让常义备受折磨 久久躺在滨海之上 然而死后的纪云河 早已经被林浩清施展灵术复活 宁为阿纪 只不过前世的记忆早已忘去 能不能恢复还是要看缘分 在答应林浩清不会去北京的阿纪 踏上了自己的游玩之旅 过程当中还救下了自己前世的侍女 扬言他怕不怕 在闯荡江湖的过程中 宁宁之中的缘分让阿纪来到了北京 被苏醒后的常义抓住 没有恢复记忆的阿纪 只记得师父让他不能以真面目视人 便极力地推脱 还还信誓旦旦的质问常义 不过随后一句大尾巴鱼 让常义怀疑阿纪就是复活后的纪云河 阿纪便想化成女人 混进室为了逃走 然而一直怀疑阿纪的常义 怎么能让他轻易逃走 不过在看到阿纪化作的女装 直接就进了上去 真的傻眼 这才让阿纪认识了 这个梦中一直梦到的北京之主 电视剧在这里终于让人暖了一丝 常义这才把握住了腹 如果常义将一切事情讲明来 阿纪会恢复前世纪意吗 欢迎留言评论